老鼠会办报吸金1.5亿 光是清点桌上这一叠叠共1.5亿元的钞票 就竹竹花了警方约7个小时 诈骗老手在上述期间静又重操就业 高雄这名55岁男子成员中 原是消费者日报发行人 4年前以老鼠会方式办报吸金5亿元 照判刑12年 上述二审期间他重启卤照 去年5月成立美的世界时报等三间公司 举办投资说明会吸金 并隐身幕后只会犯罪 美人只要投资10万元 可月里现金5000元 超商里券5000元 美拉一位下线每月可再分2500元 用高额奖金吸引大鱼上钩 甚至举办送轿车打麻将 发乐透等方式吸客 花招百出 该警团去年11月被检据 昨天高雄检警调搜索 带回城南等63人 扣得现金1.5亿元 领查扣账户2亿元 那你在每介绍一位下线 你可以再抽用2500元 然后如果你的金额 像我刚刚讲的 你的下线金额达到1000万以上 那在每10万或每20万 你每个月可以再多得1万多年 检方着序后将主贤 与共犯等三人 依违反银行法收押 巧的是 四年前抓到陈贤的林姓警官 这次又再度逮到他 真是冥冥之中 自有注定 董新闻高雄报道